台湾半导体巨头台积电突然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病毒袭击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8月3日晚间接近午夜时分 台积电位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12英寸京园长和银院总部 突然传出电脑高病毒入侵且生产线 全数停摆的消息 几个小时之内 台积电位于台中科学园区的315厂 以及台南科学园区的314厂也陆续传出同样消息 这代表台积电在台湾北中南三处重要生产基地 同步因为病毒入侵而导致生产线停摆 随后台积电也对外证实此事 台积电方面称 8月3日傍晚 部分生产设备受到病毒感染 被领外传之遭受黑客攻击 公司已经控制此病毒感染范围 同时找到解决方案 就影响生产设备正逐步恢复生产 受病毒感染的程度因工厂而已 部分工厂在短时间内已恢复正常 其余工厂预计在一天内恢复正常 台积电的芯片代工业务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56% 除了是苹果iPhone收集和新处理器芯片的唯一供应商 台积电全球还拥有465个客户 包括几乎所有的全球主要芯片设计商 苹果、高通、AMD、英卫达、博通、恩智浦、华为芯片部门海思、联邦和等公司 均依赖台积电行业的制造工艺 打造先进芯片 一位消息人士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这次攻击台积电设备 的是勒索病毒Wondercare 具体现象是电脑栏、平、索克勒文档、数据库 去年5月 勒索病毒曾在全球四月 全球上百个国家遭受该勒索病毒攻击 据称 该病毒利用的是黑客组织影子经纪的人 从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武器库中 到全的黑客工具永恒之栏 前述消息人士表示 一网因病毒袭击 导致生产线停摆的情况也有过 但都是小规模 像台积电三条12英寸的生产线 包括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都中招的情况没有过 不过 一般来说 生产线上的设备一般 并不连接互联网 外界目前并不清楚 台积电是如何受到攻击的 多位业内人士均认为 像这种生产停摆事件 会给公司造成很大损失 生产设备上的晶圆 沦为被骗的概念很大 至于病毒攻击前 台积电生产线上 在为哪家客户代工 目前还没有清晰的消息 不过 每年的第三季 一起是台积电大客户的备货忘记 尤其是智能手机 大客户苹果 开始烂货的季节 因此 台积电的生产线出问题 是否会影响客户后续忘记 备货效应 需要继续观察 此次病毒入侵事件 考验台积电的新班子 今年6月份 被誉为财瓦半导体教父的台积电董事长 张周谋正式退休 原本台积电企业防黑客工作 是由台积电资讯技术 资深副总监资讯厂所大川把关 但他已于今年3月退休 有业内人士透露 受台积电受到病毒入侵事件影响 另一家集成电路代工厂 中兴国际也在研查病毒 CN的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古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